圣经中的第一首情诗 那人说,这是我骨中的骨,肉中的肉 可以称它为女人,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 哇哦,基督里的情人节 亚当和夏娃是圣经里第一对夫妻 耶和华用亚当的第十三根肋骨的 为他造成了夏娃,是最幸福的夫妻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情人节,在耶稣基督里 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建树 请相信,你的世界因为你的爱人会更加精彩 你的婚姻因为有了耶稣会更加幸福 阿们